吴清源曾为第六界英世卑,为其三世提词,河山一举棋,其实,他自己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盘令观者机械,屏息,恶然乃至平平不休的棋局呢? 当一见还同意天才与秀经验,老北京的一众奇人,这样的人生才端,在加古风雨的背景中,可以演绎出无数的故事和结局,谁能猜得到是哪一种呢? 可以把传奇诗化为传说,烟云般飘散,也可以把传说书写成传奇,共万千人阅读,而吴清源,在维系内外,传奇和传说水物一样交织,酸疼了我们的视线。 解读吴清源似乎有一条捷径,为其的诞生了在中国,为其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,不肯将其功用局限于娱乐,由娱乐而发挥演技的智慧还不及到文学,均是乃至公平博弈,这种范围广大的影响。 最终凝固着特定的词语,闪烁在汉语的天空,让我们试着用几个成语来连接,一笑吴清源的一声。 其一,专心之志,语出自春秋时期,孟子离楼下,一说中记载的一丘教其故事,一丘,通国之善意者也,使一丘混二人意。 其一专心之志,为一丘之为听,一人虽听之,以心以为轰浮将至,此人攻将而舍之,虽语之志学,辅若之意,为是其志福若于。 与,非兰也,依旧是现存鉴于记载的第一位围棋高手,他教两个学生对异,一个专心学艺,另一个心不在焉,前者学有所成,后者未能领悟其意,云因并非大人智商有何不,同,而是学其的专心程度不同。 人人皆知吴清源是其胜,谁知其生原来是其吃,不论悲喜之时,还是逆顺之境,不论姓名寄己之时,还是圣名堂堂之后,他对维棋的知者和虔诚远非单一的功利之徒所能同日而语,维棋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。 就像手脚治于身体,说到底,吴清源在奇异上获得巨大收获的秘诀,正是他对维棋的非同寻常的专注。 生活中的吴清源沉默寡言,从不细细,清新寡惧,生活简朴,对于金钱也很淡薄,他每天都苦心思考专业奇异。 蓝月献作先生曾赞许说,我和吴清源一家为零十年,我知道,他无论什么时候都在家埋头钻研奇异,他是一个天才,但也比别人加倍努力。 又说,吴清源这是我们下弟子,但是我很少只点过他,他的奇异都是自己钻研出来的,直到他一百岁高龄,这种习惯依然不曾改变,为奇,就是他一生的爱。 其二,举棋不定,欲出自春秋时期,左传相公二十五年,意着举棋不定,不胜其欧,说的是下围棋而举棋不定,犹犹豫豫豫豫者无法取胜,这也是现存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围棋的确切记载。 在具体的围棋博异中,吴清源从不像诸多对手那样陷于场口,他以计算准,络色快令对手淡寒,他本是个杀法果断的骑士。 但在国族问题上,他曾经被推进巨大的舆论漩涡,敲了一口接一口的水,徒劳的扑腾挣扎,却无法爬上彼岸,显示一枚棋子,高悬半空,无处安放。 他一生的苦恼,他一生最被人诟病的地方,都在这里,其三,其逢对手,该语最早鉴于禁书且安转,安唱其列于玄,是日玄日,便为低手而又不胜,又鉴于唐代渡寻和关其师,又是逢敌手,对局大圣岗,唐世纪士卷期时期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,说的是满唐时期,有位名教士善言的和尚非常喜欢下围棋, 他的棋友故苏诗人陆归芒怀态不遇,也知从江浦里,是上年时常想念这位棋友,曾作诗道,是乐伤心否,棋鹏对手无,之后,赵宋森原是普及所传武登会员,劝十九,他遮护我此安静元禅诗,一文中也有棋鹏对手难藏行,诗道中银石建功的诗句,二十世纪初,中国骑士衰微,三五其人不成气象, 虽有吴清源,如续日喷勃,光耀精华,奈何身边一片辽络,只好东去扶桑,东赢,抢手如林,挑逗了吴少年的兴致,边学变战,不数年,到国军内,迎接吴清源冲杀之声的竟是一片阴凉,吴清源站至最后已经是对手难逢,从一个寂寞走到了另一个寂寞, 可惜天度阴才,上天又一场车祸锐演了他事不二出的光华,早于吴清源而生者,免于幽聚,慢于吴清源而生者,恨不依赌气风采,与吴清源同事者,虽胜有窃,虽败有柔,积寺,长安积局,本,称语源自于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囚心把手之词中的两句,闻到长安四一起,百年诗事不胜悲, 说的是唐前宝年间,唐明皇军宠阳贵妃,奸臣弄权,中央称暗世之乱,此时的度复生活困苦,既但有时局,又生至自己无力匡复国运,于是便在滞留渴州期间,将自己暮年夺病的苦荒,关心国家命运,的深情及对昔日常安生活的怀念,结合眼前肖色的秋景,融诸于诗作中,写成这悲状汤凉, 一镜深红的秋星八首,长安积局后作为成语,用于形容动荡不定的政治,动荡不定的政治却恰恰是吴清源大半生的实在背景,从始至终,他都极力想懂开敏感的政治,但政治从来没有放过他,他在中越两国的家部里,被欣赏,也被嫉妒,被呵护,也被仇恨,被拥抱,也被催访,被当做同胞,也被当做旅客, 他一再告诉人们他只属于围棋,而围棋却没有独立的国度,他只好在自以为是的宗教信仰里单捏躲避,寻求心灵的宁静,好在,事事已如其,历史的面孔像六月的天气一样,也在不断发心,那些纠缠他的烦恼,似乎一夜间就消失了,他的生命里落满了血一样的安详和宁静, 他终于有能力超脱,有时间悠然了,古人说,青山不饮三杯酒,长日为宵一举棋,唐与林无亲缘不喜酒,其憨是,其便是酒吧,有了围棋,他一个人独坐也可以陶醉的,古人重道,今仁爱,万局都无一局同,欧阳总负其,一个人的生命是这个样子,就不会是那个样子。 估计 估计